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那这节课是咱们 PeerP系列的第一节课 对吧 那在学习PeerP之前 我们怎么也得了解一下 互联网的一些发展情况 对不对 和一些现在开发软件类型 对吧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主要目的就是 了解一下BS9个软件的类型介绍 那首先我们就得确定 BS9个软件属于哪一个大的系列中的一个分支 对吧 而不是说你从事IT行业 那么 怎么呢 就是做一样的东西 因为各行各业下属的都有很多个分支 对吧 比如说拿一个饭馆来说 对不对 他得有什么 有大厅的人员 管理人员 有后厨的人员 对不对 那都是做一个饭店的 对不对 还有服务员 对吧 一系列的 那么 咱们程序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计算机的IT技术也是一样的 有很多个分类 那最主要的两大分类 那肯定是什么 网络和编程 对不对 在系列可以说分三个分类 应用 对吧 然后网络和编程 这三个环节 那由于个人的一些偏好 那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选择什么 软件开发的专业比较好 对吧 咱们比如说网络专业 对吧 好多人对网络有兴趣 特别对于运维的 对不对 有的呢 比如说用一些华为的思科的产品 的确是很有难度 对着网络的层次 得了解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那些东西都是按固定的配置 道路套路去设计的 对吧 很难将自己的思想去融入进去 因为那些是用的东西 比如说网络的东西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比如说咱们的灯泡 对吧 你是用灯泡的人 对吧 就在固定的模式 然后怎么去办 而程序开发人员呢 是制作能耗的人 对吧 能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进去 所以大体的分类呢 是分网络和软件 可以这么去想啊 那软件系的分类又分很多 对不对 那有的说演化缭乱的语言就不能多说了 有很多种吧 对不对 那当最主要说软件的类型的分类 对吧 大体上这么几种 比如说第一种 切入式软件 那什么是切入式软件呢 对吧 就是非电脑里的程序 我们都可以管他叫做切入软件 比如说手机里的程序 对吧 家里的电冰箱的程序 或者投影仪里的程序 是电脑里的程序吗 不是 对吧 那些都是什么 一些硬件设备里的程序 就像程序切入到硬件设备里的 这件事情叫切入式程序 对吧 切入式程序呢 国内开发的呢 也有一部分 但是这个语言 接触的要难度要大一些 难度要大一些 因为你要不仅要了解软件 还要了解硬件 它是软件结合的 那国内呢 这部分开发的人是比较多的 对吧 那而且工资呢 也算是可以 但是难度呢 要求人大 对吧 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 我早年的从事的就是 倩老师开发的 一个这样的工作 那这样的东西呢 也比较好 因为它是软件结合的 不怕被盗拔 对吧 因为你盗装软件没有用 它是继续运营在这个硬件上的 听着吧 所以呢 是软硬件一起来销售的 叫咱们手机 你买的不一定是手机那个硬件 对吧 那硬件才挤两重啊 没多少钱 对不对 最主要是科技含量在里边的 软件在里边呢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呃 倩老师软件开发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网 就是系统软件 比如说像操作系统 对吧 数据库系统 这样的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系统软件 那系统软件呢 在国内开发的这样公司比较少 一般都是外国的引入进来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用到的操作系统 对吧 用到的数据库 那都是国外的一些公司开发的 这样的国内用的比较少 对吧 那再有一种就比较大的大戏 什么呢 应用软件 但是呢 现在开发应用软件的比较少了 应用软件有单机应用和网络应用之分 对不对 那应用软件就比如说 咱们这里边系统里边 你看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所以我程序里边运行的这些软件 比如说计算器 这都是单机的一些应用软件 明白吗 单机的应用软件 那这些软件 在早星期2000年左右的时候 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开发这样的软件公司比较多 但是这个呢 在国内并不什么发展的太好 为什么 因为国内有一个很好的特色 什么呢 就是盗版 特别严重 比如说咱们作为开发者 一般的呢 尽量去购买正版软件 因为呢 你会知道新银库开发软件 如果你用别人新银库开发的花钱 就觉得有点贵不去 对吧 所以呢 咱国内的一般成员用软件 有个喜欢用正版软件 对吧 付一些费的 当然你继续这样的软件的时候 会去这么做 那这样的软件呢 就跟什么呢 像现在一些像安卓的应用和苹果的应用 那前两年呢 这个应用的成员招起的公司特别的高 开发都是这种应用程序 但是现在呢 由于这种应用程序 基金于饱和 对吧 或者是 有一些盗版参考的 对啊 比较多 没有一些原字的自己的创意 所以呢 现在互联网 现在手机里边 Android也好 或者是iOS也好 怎么在逐步的走下坡路 不能说成员走下坡路 因为基金于饱和了 因为那是手机里的应用程序 是这样的 那应用程这个容易盗版 那国内现在不开发 那应用程开发什么呢 就是什么 不是一个机器的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机器做服务器 妹的那机器做客户端 他绑了我 客户端可以免费给你对不对 那服务器东西呢 有可能是你弹不过去的 也盗版不了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系统 应用系统 那这样的结构呢 分两个结构 一种是CN的结构 一种是BN的结构 那什么是CN的结构 什么是BN的结构 那咱们就得好好认识一下 就算 那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BS类型软件 BS结构的属于应用软件 懂得 听懂吧 属于软件的大类型 对吧 OK 那什么是BN结构呢 这个 先看什么是CN结构吧 这个总之是客户端服务器端 别忘了 这服务器端下面是客户端 对吧 你不能说拿着光盘 我用就可以了 CSC指的是 客户端 B的指使留览器 那这客户端 CS就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的 这样的软件结构 那什么是客户端呢 比如说对 这妹子就是客户端 高老师就是服务器 对吧 妹子访问高老师 那比如说咱们的QQ程序 QQ对吧 你是不是得下载 装一个客户端的界面 QQ的界面对不对 但是你Q程序离开服务器 你不上网能玩吗 是不能对吧 那种有客户端下载安装的 然后在这个程序里面 防了服务器的 这是CS结构 像这样的软件很多 对吧 但是它会有一些缺点 一会儿能显示介绍 所以它逐渐再被BS来取代 比如说腾讯的QQ 现在是不是出现了 浏览器版的QQ 对吧 它的好是什么 就我机器 内装QQ的情况下 我现在继续用QQ 我打开浏览器 输我的账号 一样我能玩QQ 是不是这样的 对 那就变成了BS结构了 所以现在都在从CS结构 向BS结构的一个演变 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 只要是你CS能完成的 那大部分BS结构都能完成 但是CM的结构也会有一些优点 什么优点 比如说 它的速度 会比BS要稍稍快一些 对吧 比如说咱们玩的 像游戏 对吧 也有网游 对吧 就夜面游戏 网络游戏 对不对 那些有可能说 好多人喜欢装客户转 在玩的 要求的是速度 网页上的稍稍慢一些 但是小游戏还是有好处的 对吧 比如说你想玩游戏 假如说你今天在学校上学 学校的机房秘装游戏 怎么办 对吧 光盘 光圈给你卸掉了 你可以打开个网页 直接玩游戏 对吧 你就不用按照就可以玩了 所以这是它的优点 或者在公司 你在不按公司规定干活的时候 想偷偷的游戏引上来了 玩两天游戏 对不对 那用网页版的也好 你用CS结构的 比如说正玩正的 哎 你的老板就后边过来了 那CS结构一退出 就得 得十几秒吧 有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肯定被抓 但网页的时候 你一切换OK的 对不对 就可以了 所以BS和CS结构有很多好处 这也是软件开发类型 居多的 所以目前在国内 按软件类型来说 BS结构 就是浏览器和客户端 和服务器这种结构的 占咱们开发的60% 相当大的比例 对吧 典型的变得结构就是网站 就是BS结构一退 但是大家不要认识 学这个就是做网站的 有好多人瞧不起网站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是我那个同学学的 比我次多了 对不对 水平不如我 但是他用一些工具 几天就做出一个小网站了 精彩网站的小一面了 对不对 然后总认为说 做网站很容易 他就觉得这都没什么钱 丢不去学了 对吧 其实不是这样的 咱们学BS结构是做软件的 是做软件的 这个咱们会重点的介绍 BS结构是做软件的 也就是现在 你50%是在开发网站 50%在开发公司内部的系统 明白这个意思吗 只不过你现在看到最多的是网站 而且现在网站后边 大家还会介绍 现在是外8.0 外8.3.0的时代 难度也是相当的高的 对不对 所以做BS结构的成员一点不低级 听着吗 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BS结构的 最主要的一些优势 咱们看一下基于浏览器的 具有统一的平台和UI的体验 对吧 基于浏览器 大家肯定上过网都用过浏览器 对不对 那基于浏览器 那有统一的平台和UI 这样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学这个 网站的时候 你都不用学 对吧 你上的 比如说京东的购网站 对吧 你再上什么 亚马逊的购网站 有人去学习吗 是不是结构于统一的这种平台 对吧 所以说你不像学别的软件 比如说你公司内部装一些CS软件 比如说医院平台软件 或者其他平台软件 你得先经过培训 学习这个软件 你才能用这个网站所有的类型的 这个软件内容都差不多 不干 然后无需安装 只需浏览器 随时随地用 对吧 比如说你有一个公司内部的OA系统 如果用CS做 假如说我现在从北京到上海出差 到家公司 我想保用公司的一些事情 或者办公留待 我得先下载客户端 再安装再使用 那多麻烦呢 对吧 如果直接打开浏览器 输入公司的地址 然后用我的权益进入 我就一样可以办公 对吧 只要有个电脑 有浏览器 我就可以办公 对吧 然后 总是 使用 应用当前的最新版本 无需升级 要是CS的 那你肯定用过QQ 如果有新版本的话 你是不是这些系列 或者升级安装 你才能获取最新的 不然是用最旧的版本 或者是系统总提示 你该升级了 对吧 而BS结构有个好处 服务器上只要一点改动 你只要一刷新界面 每次访问就是最新 对吧 当然像现在微博可以定制 访问老版本 新版本 对吧 对吧 但是你不用安装 直接就会升级 对吧 直接最新的 然后你要是客户端的 一些优软件 存到你自己电脑里面 那万一你电脑坏了呢 这个数据全没了 而BS结构的数据 不是在你本基层 是在云转去存的 知道吧 数据是最重要的 云转会有一些备份 会有云存储的机制 所以保证数据不丢的 是吧 除非恶意的去被攻击了 对不对 所以数据存在云转 无需单击数据中施 这也是变得结构的优点 然后新代外部 基层提供了 会提供一些很好的用户体验 对不对 越来越符合用户的一些需求 这些咱们都会在其他 节课咱们去介绍 那这节课咱只要是了解一下 咱们未来的课程是做什么 是做BS结构的软件 不仅仅是做网站 有的是网站 有的是公司内部开发系统 咱们学BS结构都可以做 好吧 那时间关系 那咱们这节课BS结构 咱们就就到这里了 记住两个重点 一个是要 学习 知道BS结构 它属于软件的一种 是软件类型中的一种分类 对吧 另外BS结构的优势 当然是相对于CIS来说的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这样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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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ة优优独播剧场——seальной 股局